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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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地人认为 经过高温熔炼 银元素就会从石头中分离出来 化成银水 实际上 这种矿石在400多度的高温下 几乎全部挥发 面对这一神奇的现象 人们惊变不已 2008年 亚恩日报发表了一篇报道 文章介绍 这种矿石虽然不是银矿石 但其自身价值足以在新能源领域掀起一场技术革命 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出去了 好多的外国的专家 教室 学者 好多人就来了 有国内的 也有国外的 我先来拿着这个地质锤 还是南投 然后敲点样子去 然后带回去 通过专家鉴定 这种矿石名为灰地壁矿 矿石中的地属于吸散金属 按照传统理论 地无法独立称矿 世界上获得的绝大多数纯地 都是在冶炼有色金属的过程中将地作为半生元素回收来的 而大水沟一带的灰地壁矿属于原生矿 这个发现具有重大意义 它这个发现的意义很大 因为这个它是目前全世界唯一发现的一个地的原生矿矿 这个是其他地方没有 这个很罕见 这一发现改写了世界地矿教科书 有人甚至称它为高科技行业的国宝矿石 与此同时 一位从事新能源开发的刘美博士 也因为地矿的发现回到了中国 今年51岁的潘锦工从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以后在大庆油田待过 后来到美国留学 凭借多年的学习和工作经验 他领悟到技术比装备要值钱得多 据他介绍 很多高科技产品都离不开地 这个是用来做什么的呀 这个呢 我们叫它是一个半导体的热电器件 对吧 它既可以发冷 也可以发热 就像我们的空调一样 你知道它怎么用吗 不知道呢 不知道 好 那我们给你看一下 现在这个汽车啊 它已经不再用这个浮凉的了 好多汽车 我们就把它呢 放在这一块 放在这一块 所以呢 当我们一通电的时候 它马上就制冷制热了 就这么小一块 放在坐垫上就行 而且它反应非常快 因为它是用半导体那个散热原理 所以一给电 零点几伏 马上就散热 所以呢 我们冬天的时候 不用再把车发动很长时间 等着它热了 舒服了再坐进来 地具有良好的光电特性 用地壁化合物制作成的热电材料 可以利用温差发电 迅速制冷或者制热 和汽车空调相比 它具有无噪音 低成本 节能减排等特点 值得一提的是 在美国留学期间 潘锦工在新泽西理工大学 从事地化阁薄膜太阳能发电的研发 如今 他想把这种技术 应用在中国的千家万户 潘博士 像这种地矿的发现 到底有什么神奇的作用呢 它地板实际上 它最大的意义在哪里 它解决了我们一个新的能源方式 比方说你看成都 我们现在城市里 玻璃建筑越来越多了 对吧 那么如果这个玻璃没有任何租成 一个普通玻璃的话 它室内温度要增加 然后居住也不舒适 可是如果把我们的玻璃 镀上了地化阁 让它成为发电玻璃的时候 我们每一个大楼都像一口油井 我们把它叫做挂在墙上的油井 地化阁玻璃可以将太阳能转化为电能 那么这种能发电的玻璃 真的像挂在墙上的油井一样 能够源源不断地发出电能吗 为了满足我们的好奇心 潘锦工做了一个演示 这个就是我们做的发电玻璃一个比较 对吧 那个中间这一块是我们自己做的 所以它有一个标志 叫做地化壳若光玻璃 那么其他两块是用其他技术做的 那这个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特别之处我们可以做个实验看一下 行 我先把灯关了 大家看一看变化 你看现在都是亮 现在是很亮的 现在每一块都亮 灯一光就没了 对 你看其他的都不亮了 对吧 这一块还稍微有点亮度 那我们现在看这个玻璃是亮的 我们一起挡是吧 挡住就不亮了是吗 这还是有一点越近越不亮了 对 就完全遮住就不亮了 让开一下又亮了 对 为了检验地化壳玻璃的弱光发电本领 我们用手电筒再次进行了实验 果不其然 只要有微弱光源 它就能立刻发电 我看这个玻璃啊 只要一点点弱光 它就能够发光 对 是 然后我把灯打开 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 这个光更加明显了 对 特别亮是吧 因为我们就说呢 我们的地化壳这个玻璃啊 它性格特别好 非常乐观 就什么条件都能工作 阴天 下雨 晴天 对吧 大太阳下都可以 大家就说呢 我们这个玻璃啊 乐观的性格 是见到阳光就灿烂 给点阳光就灿烂 对 是 用地化壳制作的玻璃啊 即使在阴天下雨的时候呢 也能够正常使用 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啊 这种新能源技术 应用起来方便吗 除了在技术上的优势以外 在成本核算上又能够给普通用户 带来哪些实惠呢 我们现在就带着这些疑问 一起来到一户人家 打算在他们家做一项实验 吴荣是一名税务师 与很多高科技人才有着合作关系 在这些朋友的影响下 他的生活方式也有了不小改变 那您平时是不是对这种高科技的东西 也特别感兴趣啊 我非常感兴趣 一般这个就是新的这些科技的东西啊 这个比较先进的东西啊 我都愿意去了解去接触 如果能试用当然是更好的 因为这些东西很多都是用在那个 这个什么国家的这个 什么大型的效果啊 对对这些上面 很少有这种可以用在 我们老百姓身上的 2014年 吴荣在德国旅游的时候 无意中发现 有些德国人的家庭 屋顶上布满了整齐美观的玻璃板 通过翻阅当地的华人报纸 他才明白那是怎么一回事 这个报纸我还一直就放在这儿 您还一直保留着 对 我拿来看 它就是专门说的这个 就是这个信心的能源 这老百姓的这个 像德国的这些老百姓 他的家里面 你看嘛 都是用的这种 对对对 这个房子上全部铺的是这个 这个就是太阳能的玻璃板 非常漂亮 又整洁又 又美观 对对对 非常美观 目前这种新型的光伏发电产品 在中国市场还是一片空白 为了体验高科技产品 带来的便利 无容想到了攀井工 没想到两年之后 在您家也能够用起来了 对对对 真的没想到 那现在他们在上面安装吗 对对对 一会儿去看一看 行 那我们跟着您一块去看看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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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去看看 一般情况下 为了更好地吸收太阳光 光伏设备往往都平放在屋顶上 但地化格玻璃属于弱光发电材料 其摆放方式很自由 那像这个就是我们的几块太阳能板 对 实际上这个板就是 我们可以瓶子 栗子都可以 对吧 在国外大家都愿栗子 把这个玻璃给代替了 就当成我们这个护栏了 那么如果我们家里将来 想要用一个太阳能棚 你可以瓶子 对吧 上面把阳光遮住了 下面还有阴凉的地方 然后它还能发电 所以方向对我们这个 发电玻璃来讲 关系是不大的 对 因为我们的发电玻璃 弱光性能很好 强光下 太阳能 阴天下雨 它一样工作 作为个人用户 安装发电玻璃 用不完的点可以卖给国家电网 那么它的实际发电情况怎么样呢 现在是220伏 然后214瓦 对的 220伏就是我们家用的电了 200多瓦的话呢 我们的冰箱啊 那个彩电呢 都能带动了 都能带动了 经过逆变器的转换 发电玻璃可以将光能 转化为220伏的交流电 安装完毕 我们在现场进行了一次检测 是这样吧 这个都能亮起来 都没有问题 就您刚刚说到的 能够承受所有的电量 除了小功率的电器 大功率的电器 能否正常运转呢 我们在现场又做了一下检测 杜光我们刚刚看到这个灯是亮了 不知道像大功率的 像冰箱这种东西能行吗 对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那行 那刚才我们那个冰箱 那个线已经拔了 刚才做洗眼 那现在我们接一下 看行不行 行 我的擦上 好嘞 老师刚刚把线已经拔了是吗 对 对 对 好 干脆做洗眼 得把这个冰箱给弄出来 小心 好嘞 这个线插上去 是不是这边就能够直接出来电了 咱们打开看一下 那这个一插上电就已经亮了 对 现在已经可以洗 那我们看看这个里边 这挺好的 也都能够正常使用了 这个好了 那像这种冰箱 它一般有多少伏的电压呢 需要 这个都是220标准的 标准的电压 发电玻璃有成本低 发电本领强的特点 潘景工为我们算了一笔账 6块240瓦的发电玻璃 加上其他耗材 总成本不到1万元 而6块玻璃年均发电 1500多度 按照发电玻璃 30年寿命来计算 6年以后 月均使用100度电的家庭 就可以收回成本 事实证明 这种发电玻璃 可应用到普通人家 不过这只是一个 在白天的实验 到了晚上 这种发电玻璃 还能够正常工作吗 如果不能 安装到普通老百姓 家里的时候 他们又是如何来解决 昼夜用电需求的呢 我们带着这种疑问 来到了安徽省邦布市 目前地化阁玻璃处于研发阶段 但邦布市的一家职业技术院校 已经把它作为未来生活的新模式 纳入到教学实践中 第一个这个房子 它的建筑材料 它是共产化生产的 是新型房屋 第二个它的墙面和屋顶 都是发电的 顶部用的是金柜发电 它装机容量是3700瓦 那么3700瓦 它一天拼顿的话 把雨天和青天拼顿下来之后 每一天的话 能发10亿兜电 墙面的话 四面墙 全部都是装到低花格 就是广电 广电木墙 广电木墙的话 那么它总共 每一天的话拼顿要发十几多电 那么的话 这个就相当于我们一个家庭使用 那么这个家庭的话 如果它每天不炒个20多电的话 足够用于一个家庭的 电视机鼎响孔调使用 按照并网用电的模式 白天地化格玻璃运转发电 晚上国家电网可以继续供电 那么它的实际发电效果如何呢 我们问问现场的老师 那一般的话 像这个整个四面墙 包括屋顶的发电量 哪个一般是最多的呀 就有一个数值的统计吗 总体一天来中央 应该是南墙 一天来好像是南墙 北墙这边的话 南墙的话应该高点 然后东墙和西墙 一般是平均的 北墙的话 因为它没有阳光的直射 所以它的量它是最小的 最少的 除了家庭用电 工业领域可以大面积 使用地化格玻璃吗 通过事先联系 我们来到泵布市的一家 大型玻璃制造企业 这一面柜子 就是我们太阳能的计量柜 我们打开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对 打开看一下 这个就能够检测出 太阳能一天能够发出少电 对 这就是太阳能 顺丝的电的计量 就在这一块 你看 大家能看到这 你能看到这两个比较 我看这有两个比较 有什么区别呢 这两个比较都是计量的 顺丝的太阳能的发电量 但是它计的是个总数 就是累加的数 这上面一看能看出来 我从开始使用太阳能 到现在总共是多少电 这能看到 每月 这家企业的用电费用 在二百多万元 如今他们利用地化格玻璃 节省了不少开支 那像这个太阳能发电 给我们这边节约 有多少成本呢 大概 那现在算的 基本是十分之一 就是多少 二十万 两百万 十分之一的 那就是每个月 可以节省二十万的 应该是这样 就变强了 对 所以这个量还是很可观的 这家企业为国内外手机制造商 提供超薄玻璃面板 当他们接触到发电玻璃以后 对手机充电的研发 也有了更多的畅想 如果说手机将来能够把导电膜 镀到这上面的话 那就说就相当于一个发电 太阳能的一个发电板 这样的话 我这个手机就不用再充电了 就利用这种 但是目前来讲 应该说 我听说是这个发电 这个转换率已经上来了 它只要转换率达到一定程度 我感觉 将来这个可能有点比较广泛 那意思就是说 以后咱们不需要充电了 只要见到光 它就能发电 对吗 那应该是这样 那我们期待那一天的到来 应该是这样 目前 石棉线的灰地币矿 是世界上唯一一座 灰地币原生矿 那么 这个原生矿 有多大的储量 它的出现 真的能支撑千家万户的需求吗 为了一探究竟 我们再次来到石棉线 大概要上去多长时间呢 20分钟 好的 那咱们现在一块上去看看 好的 矿区所在的大水沟一带 处于龙门山地震断裂带 经过上万年的地质演变 灰地币矿的已探明储量 在200吨左右 如能探明源头 甚至有上千吨的储量 灰地币矿的洞口 在大山的半山腰 走到洞口 我们不禁好奇 这个原生矿 隐藏得如此之深 究竟是怎么找到的呢 潘博士 我们这个矿山 怎么在这个半山腰这呢 你这问题挺有意思的 因为它原来这是一个流铁矿 不知道有地壁矿 所以流铁矿的时候 老百姓主要是挖铁矿石脉 那潘博士 像我们现在这个矿山里边 有些什么呀 那么我们可以进去看一下 它里面现在还有地的资源 矿场 还蛮好看的 里面有好多东西 这个大概有多深呢 这里有200多米 200多米 分了几个巷道 然后我们最有名的保护区 就在这里面 也在这个里面 对 很丰富的地壁资源 行 那我们现在 跟您一块进去看看 好 进去看一下 好的 这个里边还挺凉的 里面很凉 这个原生矿的发现 既然充满了巧合性 那么它的成因 又有着哪些必然性 储量究竟有多大呢 沿着平缓的矿道 我们继续寻找答案 好 你看这一片 这一片过来 这一片 对对对 实际上这个就当时 我们画的标志 六号外 六八 它都有数字 就是画这个标志 我发现这一块是有的 对对对 灰地壁矿石 具有浅灰色的金属光泽 灯光照射之下 银灿灿的光泽 显得尤为亮眼 此外 和有些坚硬的矿石相比 它的质地较脆 开采起来 也相对省力 皮短都有 可以缺断 因为它硬度很软 对 你看 这个亮度这样就更加明显了 那这个发光反射出来 是不是就是地啊 就是 就是地 是不是 就变成粉末了 捏就碎了 这就是半金属 要是真金属的 你是捏不动的 流铁矿筒你也捏不动的 过去开采者没有经验可寻 也正因为如此 这座宝矿才得以完整地保留 你看我们现在就在这个位置 刚才咱们走过的就是采空区 因为经过十几年 实际上是乱采 大概采多少两千左右 但是现在呢 我们发现这一块 是非常集中的一个 一个这个 地框所在地 然后我们最 最富的那一块地网 也是在这发现的 在这个采空区 所以我们这有一个通道 再上去做过工作的 但是这一块呢 现在是国家认定的 是叫资源保护区 现在这呢 将来做一个地子博物馆 让大家看 因为这是一个世界 罕见的一个地框 所以在这一块 就没有进行采矿 把它留起来了 那这个我们能看到吗 那就在这个位置上 有 我们能看到 好 那我们上一块去看看 就在这里旁边是不是 对 从这儿上去了 从这儿上去 对 从这儿上去 大概不到十米 不到十米 因为我们这是1480 那个 太霸 对 那边是1500 最顶是1500 我们在这1480 在这个中间 所以你这能看进去 这是保护矿洞 现在国家不让采了 原来是可以让采的 后来说把这一块 作为地子公园 作为一个世界 世界特殊的矿线性 了解到这里 我们不免好奇 储量如此巨大的原生矿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呢 那我们知道 像我们平时 我知道的 挖矿一般都是要往下面 对对对 是这样的 然后这个是在一个半山上 咱们现在所在地 是在一个半山上 所以感觉还是挺不一样的 因为它这个就龙起结构 为什么它会这样形状呢 就是这种地矿 它作为一个半山矿来讲 它有它的特殊性 就据这个地子专家认为 我们这个地呢 是当年火山喷发以后 从地心带出来的 然后带出来以后呢 在上面遇到了这个大理石 我们叫这个汉白玉 这个叫那个成状结构 就把它给挡住了 所以它集中在这一带 所以一般来讲呢 有地的上面 一定是有大理石的 这种致密的结构 把它挡住了 所以它没有挥发 那流传到现在 目前地球上的地矿储量 在14.9万吨 而中国占五分之一 按照现代科技水平 100吨地矿 可以制造100万千瓦的 发电玻璃 相当于中国东部地区 一年发电15亿度 满足200万户的电力需求 此外 随着电池技术的进步 地资源的循环利用 这个数字还可以再扩大10倍 潘景工说 技术比装备更具有价值 从这句话当中 我们不难看出 决定技术和装备的关键因素 应该就是人才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们也期待您通过 我们栏目的官方微博 微信跟我们交流 为我们提供宝贵的节目线索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